眼前这枚平平无奇的灯泡 寿命比在座的各位都要长 已经亮了足足120多年 自1901年起 这枚灯泡就正式服役于 美国一家消防站内 在这120多年间 它只熄灭了两次 原因分别是停电和搬迁 也因此破了吉尼斯师姐记录 被称为世界上最常售的灯泡 然而目前最新型的LED灯泡 最常运行时长 也仅能达到2万小时 但眼前这个古董灯泡 使用时间早已超过百万小时 就连制作它的工厂都已经倒闭 那么这枚灯泡的长寿秘诀 究竟是什么呢 说起它的诞生 就不得不提到一场赌约 自从发明大王爱迪生 发明出灯泡 改写人类的照明史后 一位名叫阿尔多菲·柴莱特的科学家 就向爱迪生发出挑战 是要做出最好用最长寿的灯泡 白智灯的工作原理很简单 就是利用电流 让乌丝达到2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处于白智状态 从而发出光亮 乌丝温度越高 发出的光就越亮 但美中不足的是 在高温状态下 乌原子会被蒸发成气体 附着在灯泡的玻璃表面上 久而久之 灯泡就会变黑 乌丝也会变细 光亮也会受到影响 柴莱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制作出了利弗莫尔灯泡 它的灯丝比之前粗八倍 极大程度降低了被烧断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 它还有碳元素构成了一种半导体 当灯泡通电发热时 其导电能力就会下降 这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对灯丝的伤害 最长久的保证电流通过 这枚灯泡也因此有了长寿之称 既然早在一百多年前 就能生产出如此长寿的灯泡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家用的灯泡寿命 还是很短呢 简单来说 长寿灯泡虽然使用时间够长 但它的光亮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要想达到预期照明的效果 只能加大电流 这样一来 虽然亮度会有所提升 但同样会缩短灯泡和电池的寿命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灯泡使用寿命越短 制造商的销售额和利润就会越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计划报废 在1924年 由欧美国家的灯泡巨头公司联合推出 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 他们人为将灯泡的使用寿命 控制在一千小时 这个计划效果十分显著 在城东缩短灯泡寿命后 他们的销量同期上涨了五倍 虽然1942年 这个邪恶的垄断组织就被瓦解了 但白制灯泡的使用寿命就此定格 好了